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十月寒露 国庆鸟挥面狂音 盘旋南台湾上空 准备过境渡冬 十月份的时候经过台湾 会再往南继续飞 飞到菲律宾或是印尼一带去渡冬 这一个过程中间 台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境点 邱义农是以登高望远 奴隶久久重阳 又称登高节 长辈结伴登山 象征长长久久 健康长寿 二十四节气中 最早出现寒字 寒露意味深秋之际 白天秋高气爽 夜晚冷落冰霜 金黄大白柚 防补黄澄澄灯笼 中秋后高挂枝头 最担心水气过风 日夜温差大 这大嘛 这大间呢 哎呦 累开了 这不菜啊 很担心秋台 为什么呢 快要缩成了啦 太湿也不行 太干也不行 会累啊 会累开啊 爆开啊 一年的心水都变成肥料了 越渣灰就越白雾啊 你看这都这么大了 白柚是寒露开始就可以收成了啦 霜降的时候 要整个都把它拆下来 调节温差 寒露养生 饮食着重 滋阴防灶 润肺异味 夏秋交际之间会出现 突然过敏又发作了啦 或气喘又发作 或者是之前的皮肤病突然又冒出来 秋天比较容易影响到肺油 我们会建议多补充水分 蜂蜜啊 杏仁啊 芝麻都是一个不错的食品 白露深不露 寒露脚不露 注意双脚保暖 慎防寒从足生 不妨泡个温乐足浴 慎过药膳滋补 多晒太阳 驱走寒气 慎麻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